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,苗栗县新生儿人数创10年新低,苗栗县政府明证处统计,苗栗县去年出生人数仅有3844人,创下10年来最低纪录,更首度低于4000人,还比死亡人数低了超过1000人,人口也连续三年,迁出都超过4000人。 苗栗县政府秘书长陈冰山坎言,神域津贴下降与神域律下降,人口外流的确有关,碍于目前县府财政较兼职,苗栗县政府会先朝改善财政状况努力,待财政转好后才有余力发放神域津贴等非法定社会补助。 苗栗县政府明证处指出,生育率与神域津贴的确有其相关性,苗栗县新生儿出生人数的确在神域津贴降低后大幅度减少,邻近县市如台中市1万元,新竹县市都发放15000元,较苗栗县高出不少。 明证处也说,之前曾有议员提案希望提高至1万元,但目前县府财政社中央控管要提供实质补助难度甚高。 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则说,苗栗县长徐耀昌上任后积极招商,引进投资提供乡亲工作机会,迄今已经创造超过1万个工作机会,减轻年轻人经济负担, 期盼让年轻人能够养儿育女。 明证处表示,苗栗县省与津贴于前县长刘正宏任内时发放34000元,每开发放,后来因爆发财务危机,举债过高,被审计单位纠正之。 后在104年7月1日降低到2万元,但审计单位人认为不妥,苗栗县政府又在105年7月1日将生与津贴降到6600元。 苗栗县省新生儿人数104年为5756人,105年降至4756人,106年跌破4000人,仅有3844人,甚至比死亡人数4971低了超过1000人,人口自然增加数可说亮红灯。 另外,苗栗县省人口迁出状况也逐年更显严峻,104年开始人口迁出大于迁入数,共迁出4119人,105年攀升至7390人,106年则为4255人,人口外流状况同样不容乐观。